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安东宁 欢迎收看吃杯面区 自从上次我吃了三養公司的姿势火鸡拉面过后 那时候拉的神不如死 过后我就对他们公司的杯面带着一点点的小抗拒 因为我真心的觉得说他们的杯面的 辣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 不是像我这一类型的人类可以承受的 可是在那一天我看到了这一款 来自三養公司的Honey & Cheese 甜和咸的组合 在好奇心的作怪之下我把它买了 今天怎样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Honey & Cheese甜和咸怎样都应该不会再辣了吧 好 今天就来试吃看看到底它辣不辣 如果真的还是辣的话就真的坚定了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三養公司真的是在做弄人 他们出杯面的目的是在做弄人 好 现在试吃 当然少不了开箱 然后里面就很简单 面本身 两包调味料 这一包应该就是Honey & Cheese的酱啦 至于这一包油状的 我怀疑是 油 所以现在就来试吃看看 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呢 这款拉面是干扰的 所以大家不要把那煮成汤 把面呢 放热水加热过后 把面弄软过后呢 包装上有三个小洞呢 是给你把水倒出来的 因为在我上一次吃 山羊拉面的时候呢 有网友试料 我说他把它煮成汤的 然后味道是超难吃的 所以呢 我觉得是决定跟大家讲一下 记得 把水放出来 再把调味料放进去 来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不均匀 搅拌不能均匀 怎么办 它的粉 卡在一面上面 放太久了 给我一点时间 好 总算搅拌均匀了 然后现在呢来试吃 闻起来呢 真的是有GEEZ的味道 嗯 希望不会被作弄吧 好吃 吃 为什么是辣的 又是辣的 可是这次的那个辣 不会说很辣 这个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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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是微辣 对我来讲还可以接受 可是呢 为什么哈尼&GEEZ是辣的 明明都写着哈尼&GEEZ啦 为什么呢 还是辣的 所以呢 片头我一开始就说了 山羊出拉面呢 是为了 做弄人 而不是 给人家吃东西 这款比辣的 这款比辣好吃 可是呢 只吃到GEEZ的味道 GEEZ的咸 哈尼的甜呢 完全吃不到 完全吃不到 还是 它的辣 和咸已经盖过了 我有点把面煮得太久了 因为现在变得有点软 总体来说是不错吃的 可是我还是不能接受它是辣的 好 打分时间 这款我会给6.5分 这款的简直是比上一次我吃的那个好太多了 那个3分我就觉得给它多了 这个呢 好吃 可是呢 哈尼&GEEZ说明哈尼&GEEZ 为什么哈尼味没有在 哈尼呢 山羊哈尼呢 Where is the honey 只吃到GEEZ味 还有 辣味 就是那个做弄人的辣 我吃了两款山羊的面呢 我都觉得他们有一个 问题呢就是 他们的辣味呢很容易把其他的味道 改掉 可能 可能 这一款面里面真的有哈尼的味道 可是呢 被他的辣味所掩盖了 想试看的话呢 这一款呢 我是觉得可以推荐来试看 因为这一款 真的是人类可以承受的辣味之内 山羊的GEEZ呢真的是给足料他的GEEZ味真的是 很重很重很重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话帮我按个赞和分享 还没订阅的记得订阅咯 我是安东尼 我们下个星期六见 拜拜